1948年的11月份左右 国共两党都心照不炫地知道 双方必须要做一个了结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要决战的时刻了 究竟是谁才能成为最后赢家 这要打一架才知道 于是双方展开了著名的淮海战役 这一战让老蒋惨败 也让国民党一下子损失了55万的兵力 毫不夸张地讲 这个战役刷新了国民党最高的战败记录 但是杜玉明在晚年的时候 回忆了这次惨败 表示当年已经先想好了 要攻打刘国成再回头打花野 如果按照这样的计划行事 必定会取得胜利 但是蒋介石却直接拒绝了这个计划 难道因为蒋介石拒绝了 这个计划国军就才惨败吗 其实当年老蒋为了这场淮海战役 还是制定了一些战略的 在济南的时候 国军就已经吃鞋 丧失了济南的控制权 于是国民党就让徐州为中心 将大部分军队分散在徐州的四周 形成了最东边为海州 最西边为河南商丘 最北边为林城 最南边是邦部 位置于十字架的一个防御阵线 这时候的防御阵线 足足有25个军队把守 兵力更是达到了60万了 所以蒋介石十分放心徐州的防御 量共产党也不敢随意攻打 于是蒋介石始终都在痛心疾首 失去了济南 根本没担心过徐州的近况 而聪明的杜玉明却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隐隐感觉出解放军肯定要有大动作 他们肯定要出手拿下中原地带 在1948年的10月2日 杜玉明向蒋介石报告 现在的华野兵团 刚刚打完济南之战 肯定还是虚弱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主动出击 将华野兵团打败 这样的话 就可以阻挡华野跟中野的会合了 防止解放军抢中原地盘了 此时 辽审战役早已开始 蒋介石又开始操心东北的情况了 于是在杜玉明报告了 自己辛苦血的作战计划之后 蒋介石吃饭嘀咕 杜玉明这小子 不好好想一想 东北怎么办 现在关心华东干什么 这华东还早着呢 闲吃萝卜蛋操心 蒋介石也不好多说什么 第二天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让参谋总长顾竹同负责 但是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 真的让杜玉明估摸准了 就在华野兵团 成功打赢济南战役的时候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素语马不停蹄地 向中央汇报情况 并且计划下一步就攻下中原地区 而这边的杜玉明 以为老蒋真的同意 自己的作战计划 立马准备执行 毕竟军事战争 就要争分夺秒 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 就这几天的功夫 杜玉明已经征得了 华中角总总司令白崇喜的同意 将邱清泉 李仪 孙元良 黄百涛一众人拉过来 开完会了 就连作战任务 作战战术 作战的时间 10月15日都确定好了 就等着给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 10月15日的当天 也就是杜玉明打算 去找华野兵团打一架的时候 杜玉明早上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电话的另一头 急冲冲 要求杜玉明坐飞机赶紧去沈阳 去就任东北 角总 司令官职务 杜玉明这一听 当即不干 自己还等着执行华东的计划呢 但是 杜玉明并没有直接在电话里面 说出拒绝的话 因为电话的另一边 是杜玉明的大老板蒋介石 于是 杜玉明留了一个心眼 他转头就跟老蒋关系较好的罗泽凯 说自己已经生病了 再说了 原来的司令官位立欢干得好好的 也很有经验 我就不去了吧 其次 我自己在徐州 还事情要做呢 要守着徐州 万一解放军攻打徐州 那么不远处的南京 岂不是遭殃了 这南京一遭殃 国民党的半壁江山还在吗 再说了 现在东北快要失守的事情 已经成为了定局 就算我去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如大家一起劝一下老蒋 现在已经就不了东北了 不如就利用徐州反败为胜吗 杜玉明的一番话 小致以情动之以理 奈何 蒋介石还是固执啊 第二天 杜玉明主动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 再一次将现在的局势分析一遍 逻辑清晰缜密 有理有据 可是 蒋介石不听 蒋介石认为 徐州现在不着急 主要是东北啊 你快去接替为利皇 只会廖耀香攻下锦州 替党国守住东北 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啊 而且美国人答应我们了 只要我们守住辽宁的锦州 再将东北所有的军力 全部转移到锦州去的话 美国就会大量军事援助我们啊 杜玉明还是觉得 坚守东北的战略不靠谱 但是没办法 谁叫蒋介石是头头呢 果然正如杜玉明所预料的那样 东北地区已经守不住了 在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锦州的外围之后 颇有关门打狗之势 将锦州一举攻下 而国民党内部 却是一直都是存在战略分歧 蒋介石想让廖耀香去重新夺回锦州 但是魏立皇便想让廖耀香退回沈阳 这样的话就可以坚守沈阳 长春跟锦州的三大根据点 而廖耀香也是赞同为立皇的想法 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 他一直是消极应对 坐在办公室的蒋介石快要气得跳脚了 于是他立马派得力干将杜玉明来指挥作战 但是杜玉明坐飞机去沈阳也没用了呀 10月20日廖耀香的西晋兵团在大湖山区 被东北野战军队四面包围 溃捕成军 随后长春 沈阳都相继弄丢了 赶到东北的杜玉明 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那就是在葫芦岛指挥剩下的士兵进行撤退 而这时蒋介石看见东北已经抢不回来 于是他这急忙慌的 才开始制定一个徐邦作战计划 10月29日的这一天 国防部会议室正在制定作战计划 根据这个方针 郭汝归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放弃继续镇守徐州 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都集中在淮河进行河川防御 也就是泵部附近占领阵地 这个作战计划被蒋介石接纳了 但是在领导作战的人选上却出现了问题 蒋介石想让白崇喜当这次的总指挥 白崇喜也答应了 本来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但是蒋介石没想到 美国在背后阴了自己一下 因为美国想要拆蒋介石的台 所以劝说白崇喜不要答应这次的作战指挥 于是第二天被白崇喜拒绝的蒋介石 想起了远在东北收拾残局的杜宇明 11月3日 蒋介石让第三厅副厅长徐朗轩 带着这份作战计划 坐飞机去找杜宇明 除了作战计划 还有蒋介石的亲底信 这封信上开头就是无地两字 正所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急需要人的时候 蒋介石倒挺会做人的 杜宇明在心里吐槽了蒋介石的这个作派 随后就打开了作战计划 杜宇明看了计划之后 觉得战略上大体也没啥问题 但是这个计划太过笼统 一些细节不够明确 比如各个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 当下他就跟徐朗轩谈到了这件事 明觉到我军在分路的时候 必须同时撤退 而且必须行动要快速 一点都不能耽搁呀 如果行动不够快的话 很有可能会落单 到时候如果被解放军发现 那就会陷入各个击破的危险之中了 之后杜宇明给老蒋回了一封信 写下自己认同这个作战计划 并且再次强调一定要行动迅速 对于作战指挥这件事上 我需要先处理好葫芦岛的撤退 等到我军在蹦步汇聚的时候 我再去指挥 虽然表面上杜宇明是想着 将葫芦岛的撤退工作做完 但是他自己心里有一些小九九 那就是不想背负着放弃徐州的骂名 所以想要等会儿再去指挥 没办法 蒋介石也无可用之人 只剩下一个啥事也不行的刘志 来进行这次计划的总指挥 1948年的11月初 这场战斗已经悄悄的开战了 解放军都已经确定好作战方针 准备袭击国民党了 而此时的国民党南京国防部 居然还在修改作战方案 根据方针守护长江 必须保护淮河 也要守住上海南京一侧 蒋介石打算让一两个军团 坚守徐州 其余的军团全部集中起来 坚守徐州 邦部之间的金浦铁路东西两侧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防御阵线了 只要共军南下 无论走哪一条道路 都会遭受到我军的猛烈攻击 这条作战方针被杜玉明 在自己的淮海战役始末中 狠狠吐槽 如果按照这条方针执行的话 那么我军放弃 徐州这么大的军事基地 不防守 居然转头 把军队安排铁路的东西两侧 要知道铁路两侧 都是一些没有摆设的 一马平川的长形地带 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解放军按着头打 并且让杜玉明没想到的是 这么垃圾出奇的军事方案 蒋介石居然还没有完全实施下去 连执行力也差得离谱 在解放军已经率先打算动作的时候 而国民党这边居然还没有什么动作 这可把刘志急得不行 反复催促蒋介石 于是11月6日的时候 蒋介石终于开始发布电报 表示大家可以开始行动了 之后蒋介石向我们展示了 人在南京 守在中原的高操作 首先 蒋介石认为 共产党肯定会先攻击海州区域 于是叫上第一白军赶紧去到海州 日夜兼程 帮助海州 连云港固收阵地 但是蒋介石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候又想起来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他赶紧又联系上第一白军 大家不用去了 赶紧回来吧 然后跟手在海州区域的李延年说 你快点向徐州撤退啊 还叫上黄百涛 李迷兵团在大运河的附近 帮助李延年撤退 殊不知 这样的荒唐计划 可是害惨了黄百涛 忠心耿耿的黄百涛 在接到了老蒋下达的命令之后 就在西安镇等上了两天 这一等啊 就让解放军发现了 于是 解放军迅速将黄百涛兵团围困起来 还将唯一过河的运河大桥炸断了 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黄百涛兵团 想要往后撤 都没有路可以后退 而黄百涛通过电报联系上 不远处的李迷 想让他来帮助自己脱困 但是李迷并不想帮助黄百涛 就找借口 说明自己是接受了流制的指挥 现在要往后撤 于是 孤立无援的黄百涛在碾桩 只能在此等着命运的安排 让国民党雪上加霜的是 防守大运河区域的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吉峰 张克霞还是共产党安排的地下党 到了开战的时候 他们迅速投降 加入解放军中 而这时候 杜玉明才刚回到南京 还没有奔赴战场 等到11月9日 杜玉明来到顾主通的家里 正好听见了他跟刘志在打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 刘志焦急地汇报黄百涛的情况 而后 刘志知道了杜玉明已经回来 电话中赶紧催促他 光丁 你快点过来吧 我们等你 挂断电话之后 顾主通跟杜玉明讲了一下 前线发生的事情 随后 杜玉明交集地询问 为什么我军的主力 没有按照原计划撤退到崩布呢 顾主通无奈地回道道 当时时间不够 李延年还没来得及撤退的时候 共产党就已经打过来了 听到这些话 杜玉明两眼一抹黑 知道国民党已经没有胜算了 真想赶紧跑 现在去徐州那不就是送死吗 但是自己又早就答应了 蒋介石了 哎 服了 这样一个烂摊子 这时候 杜玉明从来没有这么想老婆 他想让自己的老婆跟蒋介石说 自己生病 腰腿疼去不了 可惜 自己的老婆不打算来南京了 于是 杜玉明劝告蒋介石投降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醒 坚持要打 没办法 杜玉明只好坐上蒋介石 贴心安排的飞机 去往前线 等到杜玉明到了前线之后 看到徐州大乱 有没有直接的军事情报 心里更加凉凉 直马蒋介石一心独裁专政 前线都没有搞明白 天天插手前线的事情 在杜玉明想了很久 估摸着大概的军事情况 想出来唯唯救赵的办法 解放军的大部分兵力 现在肯定还没有来到徐州 而是选择消灭黄百涛 一个个攻击 所以徐州可以大胆出兵 救出黄百涛 并且杜玉明还给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种黄百涛 兼首碾桩 让他拖住解放军 然后派出大部分兵力 先去攻击刘伯承的中野兵团 这样的话 华野肯定会反过来援助中野 到时候黄百涛也会得到解救 然后再一起攻击华野 第二种拿出一部分兵力 解救黄百涛 一部分兵力镇守徐州 讲究稳扎稳打 刘志极力反对第一个方案 在第二个方案上 也是犹豫不决 最后蒋介石选择第二种稳重方案 等到正式出兵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又开始闹内讧 对待解放军根本不敢打 在得知黄百涛 已经是命悬一线的时候 杜玉明派出的三个兵团 还在晃悠悠走去碾桩 并且 前线中有很多不清楚的情况 加上蒋介石一个劲的变换计谋 最后就连先开始的作战计划 也被改得面目全非 所以就算杜玉明 再极力出谋划策 最后也没能拯救黄百涛 虽然杜玉明很聪明 也很有气魄 但是因为国民党 实在是已经根基腐败不堪 光凭一个杜玉明 根本无法改变国民党的结局 就算蒋介石用了杜玉明的计谋 一开始攻打刘博成的忠言 但是也只是取得一时胜利 根本不能取得永久的胜利 所以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 取得惨败的结果 只能怪自己